我是刘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这个就是我的老妈 今年有90岁了 都90岁了 在我们这边和她的家 她娘家那边 也就是我舅的那边 和爸的这边 都没有超过90岁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老太太 应该是有长寿的基因 应该是可以活到 这个100岁以上的 我非常希望她能够 活到100岁以上 所以呢我 因为我自己呢 也是这个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高级的这个康复理疗师 所以呢我对她的一个健康呢 在实施一个管理 对这个饮食方面呢 在进行一个调控 我想通过她自身的努力 和加上我自己 我的努力啊 来能够啊 能够这个健健康康的呢 活到这个100岁 所以呢我就想用这个视频的方式 来记录下来 一个是呢可以作为一个 以后的一个回忆 然后呢也可以作为一个 我研究这个人长寿 的一些因素 因为人呢都希望能够长寿 那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生活 她能够长寿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去研究的 老妈这一生啊 她生有这个六个子女 我是最小的 我今年那是49岁 有一个最大的哥哥 在她12岁的时候啊 因为出这个马子 当时的医疗条件和这个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差 所以呢在12岁的时候就死了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五兄妹 我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我是最小的 因为我是对养生啊健康啊 这方面呢有一定的这个专业知识 所以呢我的老妈呢就由我来专门的照料她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拍摄啊 希望网友们能够多多的一些建议 怎样去记录她的一些生活 怎么怎么去拍 我只想把她的这个生活记录下来 以后呢有一个回忆 其实老人家呢 她这个身体啊 以前的身体也不是说一直都非常好 在她70多岁的时候啊 这个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她有这个高血压 当时体检的结果是高血压微向 颈动脉失调静暖 高脂血症 应该是当时的医员是发了一个病危的 后来呢因为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后来出院之后 然后通过我的对她的饮食方面的一些管控 一些指导 因为老太太呀很听话 那么我跟她讲的什么呢 她都会严格的执行 按时吃药啊 不该吃的东西 不吃啊 或者少吃啊 那么现在啊她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耳东啊 这个耳东听力啊 听不到 给她讲话啊 要讲很大声 才能听得到 牙呢 没有几颗了 然后呢 疾病方面呢 有一个高血压 每天都在吃药 其他的都没什么 老太太非常勤快啊 从小就是干龙活的 这到老了 还是放不下她的龙活 你看每天都是 拴着这个围腰的 自己养链鸡 这个种了些菜 我想啊 以后啊 我就拍她这些 她的日常生活 让大家来了解 什么样的人能够 长寿 也作为我的一个 以后的一个回忆的记录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 让我能把我母亲老妈的这个视频 拍的更好 更有意义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